而最近不止但漲價 台電也宣布要調漲電價 新北市有個租客上網抱怨 說他的房東真的太醜了 一度電竟然漲到了7.7塊錢 所以其他網友就說了 這位房東在合約期間漲價已經違法 但律師表示其實關鍵在於 契約上是有沒有明定 這個電價的收費標準 不過就算沒有明定 電價也不可以超過台電的 最高級距的價格 否則租客可以向消保官來申訴 開冷氣電扇 家裡用電小心翼翼 因為台電日前宣布 4月1號起調漲電價 範圍針對用電量超過700度的用戶 夏季電費最高可達一度7.69元 新北一名房東聽到消息 立刻也向房客宣布要漲價 但是是一口氣漲到一度7.7元 讓房客痛批非常不合理 太高不會租 他的電費是一度幾塊錢算 或者是他用台電漲單算 用度算其實夏天來講蠻貴 有人認為房東這樣做可能已經違法 不過律師表示其實關鍵點是契約 配用的話可能是每度電量多少錢 那看有沒有去明訂出來 那如果說沒有去明訂出來的話 那我們就是原則上不能超過 那個台電公司所公布的最高電量的集聚 那可以向消保會去申訴 根據近期拍板的電價來看 如果每個月使用1000度以上的用戶 電費調漲10% 10月到隔年5月屬於非夏季電費 每度電6.03元 6月到9月夏季電費 每度電7.69元 也就是說房東在夏季最多只能漲到7.69元 在非夏季不可以超過6.03元 房客除了看清楚契約 台電也表示目前有推出足足的動漲機制 免費加裝智慧電表 多一種保障也能避免被房東多巴一層皮 三零新聞新聞 翔無家喻台北廠報